而三星警分局日前也在大同鄉的台七甲县山区 查获审信等三人 窃取台湾扁薄和红筷等贵重的漂流木 市价大约7万元 同时警方也起出了作案工具 展现执法不分日夜以及维护山林的决心 而全案也依照违反森林法等罪嫌 将嫌犯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来来来 停车洗我 来洗我 来 洗我 洗我 我洗我了 好 来来 那你慢慢下车来 先下车一下 没有 你这个先打开 好 这是什么东西 一般的木头 一般的木头 好 来来 本案以省贤为首制窃盗漂流木集团 涉行在大同鄉 嘉南菜区南洋溪与石头溪河船的交位处 以车辆电动脚盘以及大型的链锯等翻案工具 窃取台湾扁驳 红筷等贵重漂流木 欲嚣张魔力 本分局远警于昨日下午巡逻时 在南洋溪河船发现 停放了可疑人车 在远警细心 察觉下 丁有三老鼠出没 SG作案 远警 惠同罗东领馆处 太平山工作站人员 埋伏 监控铃区动态 在晚间 八点左右 在台七甲县三公里处 也就是在西南山专附近 建省嫌驾驶自小客车前往 在前方扫路 由旅嫌驾驶乡行货车尾随在后 意图规避警方的查契 远景见状 立即驾车驱前来南查 当场在乡行货车内 起货一切割之台湾扁驳两块 红块一块等珍贵漂流木 以及作案工具 链锯等张证物 全案一违反森林法等罪嫌移送 遗坛地检署 整办